车到汇集点两辆车发生碰撞 其中铁灰色的休旅车整辆车倾斜 再度回正后就看到路线渐渐偏移 还差点要撞上前方一辆脚踏车 轿车紧急向右靠侧 结果撞倒路边整排机车 这部车赶到现场 这间肇事驾驶还坐在座位上 整个人侧身探出头 看起来相当虚弱 这么一撞机车东倒西歪 零件四散 有些车子的车壳甚至被整个撞掉 生活发生在十二号清晨六点多 因为是三峡的中原街上 六十八岁的理性肇事驾驶疑似刚出门 结果发生了连环状 最后还横扫十三辆机车 事后他向警方公称 是因为一时恍神才酿货 实际成为事发地 是一个Y字形的交叉路口 连接台三线跟交流道 那可以看到的其实在这个车道汇集的地方 附近邻居都说很容易发生车祸 附近住户看到车祸习以为常 但是瞧瞧这些被撞的机车 有些是机车行顾客暂停在门口 有些则是楼上住户的爱车 这会通通被这一撞几乎撞得稀巴烂 肇事驾驶不管是身体不适 还是一时恍神都得面临庞大车损 TBS新闻联中心愿 请北市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